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五十三集 云之蓝的心寒冷了起来 知道师尊说的是很多年以前曾经在东夷城里暗中行过的某位神秘人物 可你并不知道暗贤是那个瞎子的徒弟 草炉内的人笑了起来 这不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吗 老怪物的关门弟子都应该凑在一起才对 打打架 谈谈心 会让他们三人敬意不少 这便是所谓魔力 当然 想必苦和和我想的一样 让弟子去范贤身边也是想沾一点好运气 运气 云之蓝盯着那炉紧闭着的门 要成为老怪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聪明 会心 心性勤奋 但最重要的还是运气 四股剑叹息着 世人修武者不计其数 最终却只成了这么寥寥数人 是天道不公还是什么 其实只是我们的运气比旁人要好一些 他最后说道 三十年前的事情已经证明了 要成为大宗师 要拥有这样的运气 那便一定得和瞎子碰一碰 可是谁也找不到瞎子在哪 既然如此 那便只好去碰一碰瞎子的关门弟子 云之蓝被这神神道道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伴上之后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小师弟 海棠 范贤 师尊 您认为这三个人 谁最有可能成功啊 在这三个年轻一代的绝顶高手之中 除了王师三郎依然积极无名 海棠与范贤这对男女呢 毫无疑问站在了他们年龄层的巅峰之上 如此年龄便已经入了九品之境 各自又有极好的师门条件 而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内 世人总以为他们是天脉者 所以人们在谈论谁会是下一个大宗师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返贤和海棠夺夺 海棠 此故见的判断来的是这样简单 因为他很好 所以他很快 那小师弟呢 也有可能 那孩子心性之名彻 不在海棠之下 范贤呢 草炉内沉默片刻后说道 范贤 最不可能 为什么 虽然飞城 艳增反显 可云芝兰还是下意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虽说 他如此的境界 还在九品中徘徊 十分不稳定 不如海棠夺夺 可是 以他的进步速度 实在可称非人呢 尤其是心性一环 据图尔观察 事前年轻人似他这般坚毅之人 十分少见 至于勤奋意图 他虽出生权贵 却是自有修行不断 十分吃苦啊 什么条件都具备了 可范贤少了最关键的一环 此顾见盖棺定论 他没心 这个年轻人 对这个世间根本无心 既然无心 自然谈不上什么心性 想进入天道之境 除非他舍了手中的所有 他 舍得吗 范贤是俗人 他自然是舍不得的 瞎子 他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还能给对手带去运气的人 但他自己的运气并不怎么样 而且他 不可能是个好老师 自顾见最后说道 我很想念瞎子 可是很遗憾 他消失十几年后 出来却是找了苦河那个大光头 很遗憾的 云之兰听到炉中 有剑震荡出鞘的声音 大宗师之中 叶流云是从来不收徒的潇洒人 四顾见却是广收门徒 如果连记名的也算进去 至少有五十以上 所以徒弟们的层次良有不齐 虽然有云之兰这样的九品高手 王师三郎那样的神秘年轻人 可是还有许多不成才的东西 至于北齐国师苦河呢 他收徒不多 但个个都是绝顶高手 比如北齐小皇帝的武道老师 九品上的一代强者郎陶 比如那个穿花布衣上 被世人传为天脉者的海棠夺夺 虾子五竹叔当然也有徒弟 只是他的开山大弟子 与关门弟子都是同一个人 返贤 四顾见说的并不错呀 大宗师们也是人 他们也要考虑深厚的问题 所以这些怪物们 对于自己的关门弟子 都投注了极大的精力 当然他们只是暗中投注 却不想让这种压力 干扰到弟子们的修行 海棠 范贤 王十三郎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如果有那么一天 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景象 只是四顾见搞错了一点 或者说他下意识里 没有去记住一点 北齐国师苦和 在去年再次开山收徒 借吉云祥瑞之士 收了两位女徒 一位入宫当了皇妃 一位却在山中收拾药谱 从这个意义上说 海棠不再是天一道的关门弟子 范若若 他才是 北齐的春天要来的稍晚一些 然而终究是要来的 由北齐国都上京城往外走不多远 绕过那座荒凉黄玉般的西山 再往北走数个时辰 便来到了一座清幽山境之中 这座山并不如何高大 山上的高树低丛 却是密密麻麻 显得格外的原始安静 一层层或淡或深的绿色夹杂着 十分美丽 如同剑炉在天下见者心中的地位相仿 这位青山 在北齐子民 或者行于天下的苦修者眼中 也是一处不容侵犯 高高在上的圣地 因为这座无名的青山 便是北齐天一道的道门所在 国是苦河的坐修之所 从崎岖的山路 往清幽的山谷里边走 隐约可见万松极具之地 万珠松 松针形状 树枝远阔各不同 有的松针轻柔 像发丝般垂飘着 有些松针如怒 坚硬刺天 有的松针像一个个细圆的桶子 格外有趣 此时是清晨 朝露遍布山中植株上 大多数露水 烧润松针之后便落余地 只有那些拥有密集松针的松树 才会在自己的枝叶里 处下一洼洼的晶莹露水 反耀着晨光 如宝石般清亮 饰眼顺着这些露水微光 往山里望去 便可以看到天一道道门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秉承了大卫 北极一脉的传统美学风格 以清黑二色为主 黑色主肃砂 青色清静自然 浑然立于天地间 微视藏于清美内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一道的道门 虽然不像东夷城建炉那般广纳门徒 但是苦和大师在此清修 自然惹得无数朝圣者前来膜拜 十庭留下一庭 即便国师收徒再少 但如廊桃之类的成年徒弟 总是要收徒的 几十年下来 道门中人数见多 到如今已经有了逾百人 常年在青山之中修行学习 在这些弟子们的心中呢 当然希望能在山中清修多年 出去旷世济朝 正如他们这个心中那位仙子一样 当年北极圣女海棠朵朵 在这座山中 这些松下清修了不知多少年 海棠朵朵出山之前 便在那些青黑建筑的外围 一个田园中种菜 种出的菜 除了自己平日所好外 都送到了学堂里 直至今日 还有很多弟子 以曾经吃到过海棠亲手 种的菜为荣 在这一年之中 海棠大部分时间 在遥远的庆国江南 和那个与之其名的 小范大人待在一起 这个事实让北极人心生不愤 尤其是青山之中 这些天一道的学生们 除了嫉妒与这个愤怒 这些负面情绪之外 最让这些学生们不高兴的是 再也难看到田园里 那个穿花衣的姑娘了 以往的年月里 只要看见那个姑娘的身影 众人的心就会定下来 而在海棠离开没有多久 便又有一位姑娘家住进了那个田园 同时将田园里的青菜 变成了一些能种的药材 这位姑娘 她的身份很不一般 她是苦和祖师新收的关门弟子 代替了海棠小尸姑的位置 她住进了海棠的园子 收好了海棠的菜籽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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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范贤的妹子 山州清修的弟子们 无比震惊 他们不理解 祖师爷为什么会远赴南庆 再收女徒 更不理解 为什么偏偏要收范贤的妹妹当徒弟 范贤是谁啊 那可是南庆首屈一指的 年轻全臣呢 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 山中弟子们没有什么办法改变 只好学会接受 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习惯了范家小姐的存在 南庆北齐乃是宿敌 虽说这两年一直处于 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之中 可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绪 确实很难消除啊 所以范若若在青山中最初的日子 过得并不怎么顺逸 无论走到哪里 迎接她的都是敌视的目光 和背后的议论私语 好在这位姑娘家根本不在意这些 假之本身性情冷淡 哪里会注意到别人的态度啊 如此数月过去 天一道的弟子们才发现 原来这位小小师姑 竟是比自己这些人的态度还要冷淡 不免觉得有些无趣 其实范若若对自己的 这个在北齐的学习生涯很满意 她脸上的笑容比在京都已经多了太多 只是北齐人并不了解这点 毕竟他们不知道 这位范夏小姐当年在南清 这个京都早有冰山才女的外号 范若若的快乐来自于 轻松的环境与紧张的生活 苦和国师只是教了她一些 入门的天一道心法 赠了几卷经书 便不怎么管她 她其余的时间呢 都跟随二师兄学习医术 这也正是她远赴北齐的目的之一 平日里就用自己习得的医术 诊治一下山下的穷苦百姓 日子过得很充实 这位二师兄姓慕明鹏 苦和呢 给自己这些徒儿们取的名字 都很有趣 狼桃 海棠 慕鹏 白身 都是些植物的名字 人如其名 狼桃就如字面上的感觉一样 浑身上下充斥着杀气与棱角 海棠呢 则是温柔坚强的立于风雨中 慕鹏啊 乃是中药 可想而知 若若这位年过四十的二师兄最擅长什么 范若若拾起叶片 将院旁松叶上的露水揭了下来 微微偏头将水倒入滴水瓶中 有些好奇 为什么药方里要用露水呢 他抱着瓶子出了院门 沿着石阶向山上行去 准备进行日常的学习 一路可见一些年轻的天一道弟子 这些弟子们 见着抱平的姑娘 纷纷策立在旁 行礼问安 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论如何讲 都是这些人的小小事故 二来 几个月下来 天一道弟子们知道 这位范府小姐性情虽然冷淡 但心地着实善良 不是虚伪 比南边那个面向温柔 内心恶毒的范贤要好太多 尤其是这位范府小姐数月不断 不辞辛苦的下山为百姓看病 更是让这些后辈弟子们深净其得 范若若微微点头回礼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当她爬上了长长的石阶 站在了山顶上 停住了脚步 望着山下郁郁葱葱的青林 忽然伸了个懒腰 啊得大叫了一声 脸蛋上扶起两团运动后的红韵 有些兴奋 她自幼先天营养不足 虽然被兄长调理了一段时间 可是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在京都的石阶 脸上总是苍白色为主 今日看她脸上浮现出健康的红韵 可以想见在北齐住了一年多 她的身体也好多了 体质游心 主要还是心情轻松的关系 不用参加无趣的诗会 不用去各王府上陪那些富人们说闲话 不用像那些姐妹们一样躲在屏风后看男子 不用天天做女红 范若若正正地望着石阶下的山 脸上浮现出一丝快乐的笑容 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 谢谢你 哥哥 山中除了天一道的心法修行之外 也讲经书正义 基本上用的是庄某韩大家当年亲自修订的教程 范若若结束了一个时辰的修行 来到了二师兄穆棚的居室中 恭敬的行礼 然后则医术上的几个疑难问题到处 请二师兄指点 穆棚略说了数据 忽然看见姑娘家眼中的安喜神态 微笑说道 小范大人又来信了 范若若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自然还没来 不过数着日子应该到了 木棚抓了抓有些蓬乱的头发 笑着说道 如此快乐 想必你们兄妹感情极好啊 既然如此 何不就在南清待着 小师妹啊 北七虽好 毕竟是异国呀 虽然木棚的地位啊 肯定集不上监察院那个老怪物 但不论是行医还是用毒的大人物 似乎头发都有些乱 日常生活有些混 打扮这种事情呢 自然是注意不到的 范若若微笑应道 在哪里无所谓 哥哥说过 人活仪式 总是需要为自己想要的目标 做出些牺牲 木棚诧异地问道 哦 那 师妹你的目标是 救人 范若若平静硬道 就这么简单 是啊 嗯 木棚沉吟片刻后说道 医者父母心 可是当初你来北七之前 只是在南朝太医院中旁听一段时间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怨心呢 师兄 不是怨心的原因 而是自己想要什么 范若若为家思索 平和说道 哥哥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首要便是要让自己的心境安乐 治病救人能让我快乐 所以我这样选择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木棚微微皱眉 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心里边却在想着 那位能够让海棠师妹 方寸净乱的范家小子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闫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